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唐林寺连续20天 一直到12月24号 你是想给我们大唐林寺准备考研的 或者正在要考研的粉丝 你给准备压哪些题 哪些方案 咱每天咱两道政治大题 一篇英语大作文 一篇英语小作文 一篇英语大作文 一篇英语小作文 两道政治大作文 这是这样 如果20天的话 如果20天的话 就是每天一道政治大题 一个英语大作文 一个英语小作文 就是说这20天 等于给大家提供20个英语大作文 20个英语小作文 20道政治大题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你每天需要 在这上面花时间 可能也就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到最后 你可以看看效果 我突然想起来 迷蒙做付费音频 告诉你月薪一旦达不到5万 不增长50% 就要全个退款 如果真仗你这来 如果最后没达到40分 怎么办 这个我这么说吧 就是比例不会特别的高 因为咱们这说实话 我也没收的钱 你也没收吧 我没有 当然没有 对 我也没收你钱 咱也没收钱 咱就也没有说 去给人一定的什么承诺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反正你这一天 这半个小时 你可能也不一定干嘛去了 对吧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一直持续关注这个事 说不定真的就 说不定就对你有 如果成了 谢谢张老师 如果不成 您多做自我批评 对 对 我敢做这个事 我敢到您的平台来 我敢做这个事 反正 这个就不是说里头多大利益关系 就这20天 这20个大作文 20个小作文 20道大体 到24号25号 那卷子一发 您一看 基本上张老师这几斤几两 您可能也就明白了 不是 所以我倒觉得这是很好 不是我们团队的老师 不是 你不也作为团队的代言人吗 对 所以我说到这个考试结束那一天 您可能就会体会到张老师说这些 到底有没有用 对 我是希望呢 像张老师说的那样 您这个每天呢 可能就付出半个小时时间 半个小时其实就是你低头看手机啊 我估计打两句游戏 刷出朋友圈 时间也就过去了 用到这上 咱说 如果说它有用 你这半小时不就功德无量了吗 对 就是大家现在先别盲目的相信 张老师刚才教给大家这些方法 对 你先试一下 对 又不费多大劲 如果要针对你考研有用的话 你想想你这半小时花的多值得 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种考研的思路 考研的一种方法 对 行 那反正就是这点事 行 好 咱们到时候 二天之后 二天之后见 二天之后 是罗了是马 拉出溜了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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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